很多人接觸到音階指行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都會想說我要怎麼去用它 但是我覺得在你知道怎麼用它之前 你必須要先做到完全不會彈錯它 然後一次以一個指行為單位 你知道指行一般來講分會有五種 它都是一種幫助你去記憶指板上面音階的方式 比如拿BOXPATTERN來說 的第一種PATTERN ONE 很多人會叫M型 你可以先找一個格子比較深去不會太遠的地方去彈它 比如說G大調來說 G大調的PATTERN ONE 它會在第七格到第十格之間 所以在彈它的時候要記得 不要習慣總是從指行的最低音開始彈器 而是從那個音階的第一個音 比如說這是一個大調那就是D 應該說每個音階的主音都是D 就對了 然後所以我們從D開始彈 OK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只是在練習的時候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所有練習都必須要跟著節拍器 然後從D開始從D結束 我覺得每一個指行都有幾件事情你必須要去完成的 比如說 第一個比如說像瞬接練習 瞬接的話分成上行跟下行 那比如說我們從最低音的Do 開始彈 然後往上彈彈彈到最後一個音 比如說像這個指行能彈到最高音是So 那 OK 那我們這樣子從低音的Do彈到最高音的So 不要重複這個So 直接再回來 簡單說就是從低音的Do開始 低音的Do結束 但在練習的時候你要注意到很多事情 比如說 我先簡單彈一次 從Do開始從Do結束 這樣可以讓你快速的去記憶說 這個指行的Do的位置 然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Do嘛 高音的Do 也是一樣往下彈 彈到最低音的Me 不要重複它 直接再回來高音的Do 這指行有兩個Do 所以你往上往下 各練一次 OK 然後像這樣子的話 簡單最基礎的兩件事 我想很多人都會這樣子去練它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會建議你找一個 不是 像剛才一樣瞬間那麼順的那種行進去練習 比如說像三度魔鏡就是一種很好的練習 讓你擺脫順序彈的一種方式 比如說你看到你剛才在練習的時候 是Do Re Mi Fa 對 OK 那它是很順序的一種方式 然後你練習的東西 會影響到你在即興的時候彈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練一些 不是這樣這麼順序的東西 比如說像 剛才講的三度 Do 不要彈Re 直接彈到 Me 然後接下來回到Re 開始 不要彈Me 直接彈發 所以前面四個音 OK 這樣就是一種方式 比如說像慢慢彈 對 就是它可以擺脫順階的一種方式 然後當然也是要跟著節拍器練習 從低音的Do開始 就是 OK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你還可以再從高音的Do 再往下來 然後當然就是做都一樣的事情 所以就是除了順階練習之外 你還必須要有一個 跟順階練習 差距比較大的魔鏡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幫助你去熟悉這個子行 至少要先做到不要彈錯它 然後再來選擇怎麼去用它 所以一開始不用記太多裡面的音符 什麼Re在哪裡 Me在哪裡 So在哪裡 而是你最先要記的就是這個子行 Do的位置 因為在最後面的那個即興練習的時候 可能會 幫助到你 怎麼 一開始去練習即興 然後除了像三度魔鏡的話 我另外一個推薦的 呃 不是瞬接的方式的話 應該是四度 比如說Do 直接跳到F 然後Re 跳到So 然後F M 然後La S 像這樣 因為這一個四度的魔鏡 它可以順便幫助你練習到 就是一根手指頭去按兩根弦的這種技巧 但是你不能讓它糊在一起 不能 因為你現在不是在彈和弦 你是在彈音階 你要想辦法讓它們分開 然後Re跟So也是一樣 在同一格 但是不同弦 OK OK 好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就是除了瞬接魔鏡之外 還可以再找 大概一到兩個 不是瞬接的那種進行方式 去幫助練習 然後所有的練習 剛才講過 一定要在 接拍器的狀態下進行 不然的話 你可能會遇到一種狀況 就是說 某些弦它的韻子可能比較困難 那你就彈得慢一點點 那某些弦的韻子比較簡單 那你又彈得快一點點 所以是讓快慢快慢之間 你的節奏感會建立不起來 然後剛才我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開始我不是一拍彈四個音 而是一拍彈兩個音 這有很多原因 第一種 在練習的時候 你要先習慣交替波旋 就是按照節奏 來去分配你的picking 的下 或者是下 那如果說你用8bit練習的話 一拍其實就是下 上 下上 比如說我開節拍器出來 簡單的說就是你不管遇到什麼狀況 下 上 下 上 不管下一個音符是不是換弦 或是不是換弦 那你就配合著彩拍 你踏下去的時候你的picking就是往下的 然後 你腳抬起來的時候你的picking就是往上的 所以配合著踏拍 對 因為這個交替波旋是最基礎的picking方式 你要先熟悉這種基本的picking方式 利用音階 順便去帶動這樣子的練習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要練習到的細節就是說 像它音箱都會有可音tone跟破音 它可能只要按一個鈕就可以切換了 那最好的狀態下就是可音tone練一次 可音tone其實練的東西就是說 比如說可音tone練的就是 去看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有按緊的一個音 就是比較不會變成 對有些破音開很大然後速彈速很快 然後 就是 其實實際上它那個手指頭都沒有按緊那個音符 那可音tone就是檢視這種東西 但是可音tone有一個大的缺點就是 你知道電吉他 在彈solo的時候你必須要做到消音 你必須要讓現在的音符 只有一個 而已 只有一個會發聲 所以除了可音tone練完之外的話 我建議你 就是在破音的狀態下 OK 在破音的狀態下 也再練一次一樣的練習 同樣都是跟著節拍器 破音的狀態下就是檢視你的消音有沒有乾淨 所以比如說 如果說你沒有消音可能會變成 對 但消音的基礎姿勢可能就 不在我們今天的討論範圍之內 但是你在練習這個音階的時候 你要給它多一點的附加價值 就是說你一方面熟悉的指形 一方面你的基礎技巧 還有節奏的穩定度 也跟著它一起提升 然後 基本上我會建議在自己 嗯 接近極限的速度下去練習這些東西 比如說像 我現在這邊開80 OK 這大概80速度 簡單的還是一樣8bit 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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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3度 然後3度 好大家知道 所以 一定要跟著節奏 去訓練自己的穩定度 至於這個東西必須要練到多快 就看你自己 我是覺得正確性比速度還要重要很多 就是你要練到 那個速度底下 你完全不會彈錯 所以你不用很努力的去想 或是不用非常的專注 你可能就可以 把它正確的彈出來 那這個速度就可以不用再練 但是正確性 很重要 就是不要讓自己一直彈錯 因為你的手指頭會記到錯的記憶 如果說你有之後練的style 有比較快速度的要求 那這個基礎的音階練習 你可能可以稍微練快一點點 就是讓它也給你一點點 手指頭靈活度的訓練 那這些都做完了以後 必須要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說 最後一件事情我會覺得 你可以 比如說現在YouTube上面很多backing音樂 你只要去打一個 比如說majorbacking 他可能就跟你一個大調的backing 然後通常一定會告訴你的key在哪裡 因為 可能初學者一開始要抓出 那個音樂的調性會有點困難 所以 所以我覺得在練完那些東西以後 你應該要放一點點 不管你現在會有哪些東西 也許你不會推選 也許 很多技巧你都還不會 你只會這個音階這個字型而已 但是你要試著 在那個音樂裡面 簡單說就是亂彈 不要把即興演奏 想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一開始你什麼都還不會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先彈一點點 比如說 我現在這邊放一個是G大調 就跟我們剛才練習的格子的位置一樣的練習 比如說它是一個backing 比如說它是一個backing 所以在七到九格之間 你可以練習看看瞬間 你也可以把剛才的三度摸進 彈在裡面試看看 你看 但是這個是剛才的課題 實際上 開這個音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就是開這個音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可以開始在上面 亂彈 然後 為什麼剛才在瞬間練習的時候 我會很強調就是說 你要先記到dol的位置 比如說第五弦第十格 還有第二弦第八格 好這個是現在 這個音階的dol的位置 就是它的主音 當你彈不下去 你當你覺得你的樂句 好像 沒有終點的時候 你可以先試著回到dol 它可能就會有一個結束的感覺 我知道即興很多時候 你要配合和弦 但是我們現在不要去想那麼多事情 不要去管cord scale 不要去管和弦進行 跟arpeggio那些東西 我就是亂彈 然後 我 停不下來的時候 那我就去找到dol的位置 OK嗎 比如說 我先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去彈 然後不要用到太多的 手指技巧 推選那些東西都不要 你可以先彈8bit 因為節奏比較簡單 對 所以是一下像這樣子之前很簡單的東西 如果你有 已經有具備一些 具備一些 基礎技巧的那個東西的話 那你可以試著把它用起來看看 就是在這個執行裡面 盡可能的去 探索它的可能性 有時候會有一些 理想不到的旋律在裡面 我會不會 看我會不會 在這個執行裡面 OK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你在練習的時候 這個最後面的這個即興練習很重要 因為它會逼著你去彈一些不是那麼自私的東西 然後不要把它想的太困難 所以綜合一下 第一個每個執行順階的練習 上行跟下行 它有兩個Do就往上一次往下一次 然後彈的沒完沒了 然後接下來從高音的Do 對 就是最後面你還是要回來到Do接觸 可以讓你快速記清楚Do的位置 然後 一個 不同於瞬階練習的模型 類似這樣 最後 找一個 很簡單的 backing 最好不要太複雜 你可以直接去Youtube上面搜尋 然後 逼自己 不是那麼順序的去彈它 然後大概音階練習都是這樣 然後總共五個執行 比如說 第一個執行 你要做這些事情 那第二個執行也是一樣 然後每一個執行 其實每一個執行你都要做到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如果說你能完成的話 至少你可以先保證說這五個執行 你在練習它的時候你是不會彈錯的 那 之後 有這樣子的基礎以後 你以後要再去學 我怎麼跟著和弦 怎麼跟著和弦的組成音 這樣子來去練習的時候 我覺得 你的 事情會少很多 OK 好嗎 好 谢谢大家